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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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的觀眾大家好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 這一個盤後解盤的節目 首先感謝台北地區 北部地區的好朋友來參加 在8月14號的這個 不是現場演講會 是現場演講會 那大家還聊得還不錯 聊得還不錯 那現在我已經把我的抗法 有些選舉跟大家講 說全國要怎麼做 謝謝大家 那你們都知道 你們可能不知道這一次 其實我們 我一直是這樣 這是收會的演講 收會的演講 所以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感謝 那來到這裡那些資料 我們除了現場給外 我們的家族成員 大概你今天都會看到這些資料 我今天的這個會員影音的時候 也會去講 我會把那個 keep point 重點去講一下 那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說那個股票 已經要出光了 就一股都不剩了 然後我這一次也講了一些 所謂的這個長輩股 長輩股的一個部分 來看一看 所以有些股票的操作的部分 你就輪動 這裡也要輪動 雖然今天我們來看 今天大盤 我怎麼拿到的 今天大盤漲了128點 but 運輸類股 跌2.52% 雖然你看 我們要去頂那百 運輸類股 不是不錯嗎 不是頂那百 運輸類股 不是不錯嗎 2603也不錯 那種 一整百就落下 為什麼 因為馬斯基 在禮拜五 跌了 應該說 4.79% 跌了4.8% 所以他就掉下來了 這個時候前面再講了 現在掉下來怎麼辦 就有點悶 那依我們台股獲利的來講 我們說 我就用陽明為例好了 陽明碳17塊 奇怪 這為什麼還沒下出來 這個賺38塊多 賺38塊多 那股價 上半年賺38塊多 我們看一下 現在股價在哪裡 我把它移到哪裡 現在股價在95塊 我們就當它下半年都不賺 這本益比是幾倍啊 除以40兩倍而已 三倍 你2.5倍 那為什麼還跌 所以股票不是你看本益比 股票不是看本益比 那你看2498 宏達電 你看殺下來多厲害 今天最後收到最高 你看有沒有 你不會送給它放康嗎 你不是不爽嗎 然後2388 你看它多厲害 這個多厲害 跟小鬼一樣 拉起來有沒有看到 來到852 你看多厲害 對吧 阿西亞早就跟大家講過了 這個股票你不要看它 這樣沒點 沒有人放康 你就想說 哎呀 你基本面接壞 哎呀 基本面接壞 你看 最厲害的是2388 我上次已經拿給你看了 我上次有沒有跟你講說 他是那個 上海造星跟Sentoro 我已經跟你講了啊 現在每一個人講IP的時候 每一個人講IP的時候 不然我會算IP的公司嗎 你們每一個人都在講這IP的時候 我不是IP的公司嗎 328的經理科也講說 我們我們的IP比那個intel還強 你就想2C啦 是不是這樣 那但是它股價也維持到300多塊 人家的這個形態也不錯啊 對不對 我們不要去講人家這樣 那你看我剛剛給你看啊 大家都這樣 把它撤到有優惠啊 一直把它扛下去啊 結果人家收到最高 然後2388 人家不是拉起來嗎 那創前面高點 劍達出奇彈 3508 這一些啦 其實最有條件 未來最有條件的是威勝啦 你不用再想很多了 這個就是很多操作的部分 我給你看 我就是在看這樣嘛 對不對 好 那再來的部分呢 我們先看一下打盤 等一下我來繼續講 有個股票起來真的15500點 15500點要賣 賣 還有一個字叫賣光 那有些股票呢 拉回來1萬5要加碼 那多難啦 1萬5500要賣光的是哪一些股票 1萬5千點以下要加碼的是哪一些股票 你那份就清楚啊 不然你就抓股招比啊 你就會變成說 該賣的你追到最高點 該買的結果你殺到最低點 你會變這樣了解 好 那我們看大盤的結構上來講 來到這裡了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季線嘛 過了 今天呢最低點的位置 季線的位置在哪裡 我季線這樣說也可以嘛 季線1315310 然後15315 站在季線之上 K線站在季線之上 4000 它是不是站在季線之上 季線的位置在186.6 那186.55 186.49 是不是站在季線之上 收在最高 你們有沒有看到 5 8 4000 收在最高對不對 所以喔 當時要操作高票 我們要知道 我剛剛已經給你看了 今天每一個人下來 在那邊笑人的位置玩的時候 講一下要跌停耶 你知道嗎 我上次不是講說 殺回來的位置 這就是關鍵的位置 這是627 這是前面低點有沒有跌破 沒有 高點在突破 低點沒有跌破 所以未來它的關鍵 就在你的停損 低一點7300嘛 你如果說跌破這樣就給他嘛 如果沒有就這樣 你跟他扛一直跟他扛 扛得鬆得 是不是這樣 重點就在這裡啦 那就大盤已經知道了 那2330的台積電 你看再慢慢往上走 2454的蓮花科 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台股呢 其實點主還有兩週 一個3529的立望 3529的立望 這一天漲停 這一天最高漲停 這一天也漲停 你看它是這樣 有沒有 這樣拉起來 這個投信買 然後6533 6533 精心可以拉起來 有沒有看拉起來 6643 6643起來 你看投信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 連邁六天嘛 再上去了 有沒有要上去 差我看一下348 差349 差1塊 漲停 對不對 然後幫我3661 這個都是這樣嘛 都是這樣拉起來 然後再來3035的字元 也是這樣嘛 它是最弱的 那今天最弱的IC設計 叫6104 TAPC的 TAPC它今天 欸 這頭前都沒有起這個 起一個 中文起一個吧 這個就是 強彈吧 總是會強彈 3588 我看一下 這個小漲一下 2436 尾全店 這也是小漲一下 大概的部分是這樣 那時候最強的6138 反而沒漲 8261 OK了 那6129 我就給大家看 反而這開高走低 他為什麼 因為這有時候 災報 災報 也要注意一下 就這樣啊 所有操作的部分 你就要把握住了嘛 搭空的體材 就很基本的代表 就是2498 跟2388 相當的2388 你如果扛到2388 比較麻煩 因為威聖 我上次有給他 他有Sentoro 他有上海造金 他還有6756 還有6756的威風 威風今天也漲 對吧 所以就這樣 好 那講到IP的部分 3529 我們這裡有 我給大家看 我早就講了 3529的立望 對不對 3529的立望 然後再來6643 然後再來6533 再來再來這裡 你看這裡拉起來 極拉起來 那再來3035的資源 3661的四星 那個就是 這個是IC設計 本益比最高的 本益比最高 到帶動IC設計的上漲 那再來的部分 電子股 是被賣最兇的 叫做窄版 8046 我這邊帶我們會員 是買8046 不買3037 我來看一下這個對地點 這個最低點在81號 藍電3037 他有沒有在破 破 有吧 他現在才在跟他一樣而已 那3189 是不是還沒過 那8046 我說領先跌的領先直跌 所以你現在看財板要看他 對不對 沒收海吧 這樣就好了 再來講一下 講一下那個講一下什麼 講一下 這放一下 現在要換股戰鬥班了 再來調整一下持股 這都看 再來網通 網通 網通啊 網通 網通股 我有說高架股 你看5388 你如果要上去有錢 你看 不用了吧 是不是 那2345 在這裡 然後 6285的起積 在這裡 然後 3596 是掉下來的 所以這個高架 我們來看那個 有轉機 轉息性 其實現在你選這個股票 第一個 有軋空體才4979 又滑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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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我應該把它放一個東西給大家看 這應該多一個 多一個來卷 音色 好不好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看 卷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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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這華星光是沒有 剛剛我們給你看了2498 好 跟坑 這個鑑魚量 我要把它放一下 這個MA就不用 拿掉了 好 拿到這裡 你看 你跟坑 2388有跟坑嗎 好 4979 他沒有 他沒有給他空 但是他空誰呢 空 3047 一直跟坑 有沒有 那今天 今天雖然你看這些 印度開很大 他開在173 說1725 那你看到了沒有 那你會說十字線 你再坑下去 那你看他的量 一直創高 一直在量縮 你有沒有看到這樣的架構 然後今天2419的重期 也拉到漲停了 整理平台完了 拉到漲停 到月線就拉到漲停 為什麼 為什麼這會整理這裡 因為他的營收掉下來 掉了三層 對不對 4979有沒有掉下來 沒有掉5% 然後3047有沒有掉下來 我來看一下3047有沒有掉下來 掉8% 但是那個叫2419掉了31% 所以他才在這裡整整理的 2 3 4 5 6 7 8 整理的8天 整理8天今天拉出 分力一拉漲停6萬張 好吧 那你就看到這樣了嘛 那再來這樣哪一個股票會有比較機會 49我我在這裡有講 華信光賺0.62 迅州賺0.62 那他那時候的股價呢 現在的股價 現在的股價是38了 38了 那是38 那是以之前的 現在38再照一下這裡 30倍 然後這個3047 47.5 兩個差多少 差20塊 兩個差20塊 然後獲益一樣 你知道嗎 而且華信光的淨值又比他低 那這個就是注意一下 那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把它 我不知道有沒有它基本面 我來看一看 有還有基本面 基本面 而且他現在啊 你看這個跟分眾傳媒一樣 你知道迅州現在在 這個信義計畫期有這個廣告的台子 廣告的棒 廣告的棒 然後來到這裡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看完就進廣告了 外資 我看一下外資是連期買 外資買一買又賣 然後他第二季獲利是這樣 最最重要的重點在哪裡 最重要的重點是 他公佈了 公佈了他第七月份的獲利 七月份的獲利 迅州是0.19 這個位置呢 他是0.46 0.46 那4979會比較多 0.63 0.63除以3 2.1 2.1 他多少 他多少 4 那個叫迅州3047多少 他的單月的獲利 我看這裡有沒有寫 單月的獲利有沒有 這個 這個 當掉了 3047 單月的獲利 我來看一看 哇 當掉了 好 那我們等一下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等一下再來看 剛剛好休息一下 好啊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晚間8點到10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我們內服台灣 放眼世界 每個數字的跳動 每個數字的跳動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資決定 與非凡 商業台並肩作戰 才能看得更遠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鎖定非凡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財經第一台 歡迎回到股市王牌第二的概念 插八插一圈 這樣現在17塊的2.5 那4979那你會講說他不要去管他 因為幾塊開始蓋了 因為17塊開始蓋 他蓋到現在已經387了 我們現在3324 3324對不對 3234 3234光環你看27塊6 我給你看一下他賺多少錢 他賺0.1 他才賺0.127塊多 那3047多少 17塊多他賺多少 他賺0.62對不對 0.2就算了 他7月份又賺0.19 所以來到這裡 你要想說3047 你想說這樣 這樣在這裡 我跟你講他現在就整理 整理一下 他在這裡休息整理一下 然後你如果卷又給他 我看他卷資比的位置好像45% 卷資比你看 這裡卷資比45% 卷資比45% 那他漲起來就漲起來 因為漲得比較快 所以這裡休息一下正常 所以叫他公佈 你給他公佈 公佈你賺多少 賺0.19 所以他今天開高 理論上今天應該開漲停 因為是發音比較少 所以沒有這樣 沒有要開漲停 漲停 你看他今天 你昨天的收 禮拜五的收盤是168 那今天的最低點是169 169剛好 1695剛好回來這個補這個 蹦一下 然後在這裡 那這個時候如果馬仔開的 又開178以上 你就剩在等了 這樣了解 而且要忘記一件事情 他只有康權電信 41% 潛在利益又8塊半 潛在利益8塊半 康權電信在這裡 康權電信在這裡 康權電信是這樣 拉起來 從這20塊漲來 康權電信 潛在利益0.19 不 今天你8塊5 7月0.19 我就稍稍稍稍稍 好 我們就講完了吧 對不對 這個跟大家講 你要了解一下 那現在最難的是選股 玻璃的關鍵是選股跟買賣點 我剛剛已經給你看 當今天2388是殺到這裡的時候 很多人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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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結果 起了 差一點要創新高 今天來852 前面的位置 856 今天如果又空在底下的要怎麼辦 你死了 我就73塊去補 每一個都這樣 早知道就好了 是不是這樣 好不好 好 我們家裡有講生計股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要講一講 生計股的6446 646有跟你講 他這一波下來的位置 這裡是520 這裡是518 這樣了解 就加了 這十字變盤線加 這裡就支撐了 然後上面的壓力的位置就在這裡 就在這個 這個以上 就在這裡 就在這個空 這個收盤是598 那就在這裡 就在這個地方區間 好不好 可以嗎 那6472 CDMO的 你看 寶瑞 上去了吧 1760 這中國 中國合作的 保齡漲停 你有沒有看漲停 你現在個別股沒什麼一樣 那CDMO有另外一家叫什麼 叫 臺康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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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9 你看一下 這也是要切入CDMO的 對吧 切入CDMO的部分就是6472 最動作最多的 再來的部分就是6589 6589 就是臺康升 臺康升你看這外資買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了 買四天了 你怎麼不是講4746 不是 真的CDMO不是這樣 切入CDMO是6589 6589 6589 你看 這樣嘛 因為他現在還沒有切入 廠案開始蓋 而且他另外切的是什麼 生物相似藥 生物相似藥 生物相似藥在那裡 我稍微講一下這一個 倒過來跟你講 倒過來等一下講 臺康升 吸收 臺信藥 強攻 HER2 抗體藥物 複合 複合商機 什麼抗體藥物 他切的我們看 以前6541 6541 這切下來說生物相似藥 他切的叫賀元瓶 賀元瓶是現在我們健保有致富的乳癌 擴散的藥 現在不用錢 你現在在台灣不用錢 然後他這個台新藥跟臺康升 切的是什麼 叫賀元瓶 現在在台灣要錢 一劑 打一個劑 只要三禮拜打一隻 11萬到16萬 每一個醫院不一樣 那我們假設就當他是12萬好不好 12萬 一次打13劑 打13劑是一個13禮拜療程 當然看你的狀況 但是你擴散的 有時候都打完一個療程 13劑乘以12 就是250萬 打一個療程2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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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個療程是怎樣 一年的藥是300萬 差不多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來講 誰是這一次來講很重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台新藥 台新藥的眼科的藥 白內臟15號的發炎 他已經連續兩個三期臨床 通通過了 兩個都過了 那所以等個像 大概明年會叫美國FDA申請藥證 申請藥證以後 他通過了就像這樣 通過就這樣 因為臨床沒有解防失敗的問題 所以現在這是一支新藥 我們要去注意的地方 我就在這裡公開講過 那另外一個就是TSY 這個部分是生物相似藥 乳癌的生物相似藥叫賀元寧 賀元寧他這個部分 賀元寧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的乳癌的標靶要四支而已 現在最厲害的支叫賀元寧 全世界現在都沒有人做 就是除了螺絲以外 生物相似藥都沒有人去做 走不走出來 有可能有在研發 但是都沒有 目前都沒有 沒有一個舊的 他2013年出來到現在20 2022年 2022年 要10年了 要不然人做得出來 那為什麼他比較困難 因為他是在一個 這個叫他講的叫做抗體藥物 在抗體上 抗體上再加一個 他就把賀元寧加上這個化療物 叫DM1 把它坎派在一起 所以在抗體藥物裡面 還要加一個小分子藥 抗體藥物的時候 我們以前的化療就是這樣 所以其他 譬如說 譬如說 乳癌症的時候 乳癌症的時候 這藥過的 過程的東西 都是會被摧殘掉 他那個抗體藥物就是 要打進去以後到這裡 到你那個癌細胞 它開始 咳咳咳咳咳咳咳 吃給你用化療的放射的概念 代價是這樣概念 我怎麼講得簡單 所以這個部分你要去注意 這個股票要注意一下 這個股票他要跟誰綁在一起 要跟6589 6589綁在一起 因為這支台康生 台康生這個是跟他合作的 而且台新要有拿他的授權金 他未來還要拿他的授權金 所以技術是來自於哪裡 就是互相結盟 不要說技術來自於哪裡 但是授權金要台康生要給台新要 要給他授權金多少 未來三千萬美金 三千萬美金就是10元 10元對6838來講 貢獻多少 我看一下他以前都沒有說 他簽之後 所以還沒收 10元就是百分之百 就是10塊 因為股份高月館 對不對 10元 10元是不是10塊 10元對 10元10塊 這樣了解吧 所以這個部分你要去注意一下 未來台新要的部分 然後另外6472的部分是這樣 這個叫CDMO CDMO的領頭是這樣 那CDMO最積極的是6589 是台康生 那台康生除了CDMO以外 另外的生物相識藥性跟台新要合作 所以你只要看他 6589是這樣 然後6472CDMO 不是這樣 然後6838是這樣 這個都可以去注意一下 這個link在一起 所以6838是很重要 我在這裡講 你自己去study一下 因為他三期臨床 他過了 他沒有解盲的問題 加上在生物相識藥 又跟台康生結盟 結盟不然這樣 台康生現在是郭董在發 郭董 沒關係 你八點上班 你十點下班 不是這樣講 你自己講的啊 是不是很認真 所以他機會有 那我們一看要還要的部分是這樣 那另外還在這裡等待的是哪一個 等待的是6617 6617在這裡等待的是什麼 因為 因為他在這個地方等的是藥症 有的刀豬價是這樣 剩下一分鐘 有的刀豬價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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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 短時間在這裡說休息 等待藥症的揭入 揭入的時候平台 你看看 越驚越沒用 所以增量 這增量是不是就有可能 總要突圍上去 有可能啦 那提供給大家 那現在最難的一件時間是 獲利的關鍵是選股跟買賣點 15500點 什麼股票該賣 什麼股票該賣 換股戰鬥班 這個時候邀請你加入我們 注意操作出力 再見囉 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複蕩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以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